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无不介绍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66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 传承系列的 The Last Class Animate Universe Bumblebee 来自于08动画片的大黄蜂 那我先把它呢 跟前一集或前两集 给大家分享的OP呢 做一个对比 这个OP呢是V集 但是这一款大黄蜂呢 体型呢本来是不应该这么小的了 那我们拿出一个 这个是官方现在的 所谓的核心级 我也说老兄啊 你这个身高已经说到这样子啊 当然大黄蜂本来就个子比较小 我们也就不说那么多了 然后这是一个标准 Deluxe Class的玩具 你可以相比较之下就知道 大黄蜂是刻意还把它给做小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很残忍的呢 拿出08动画时候的大黄蜂 本来给他做个身高的对比 我没有骗你啊 这个当年的 这是当年的Deluxe 当年的Deluxe Class啊 就是嗯好吧 这个反正这个这一集一定会有人拿这个做对比的了 那我就也就把它拿出来做个对比好了啊 除了体型的锁水之外啊 在整个设计上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完全不同的 变形上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啊 就是全新的不同的玩具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大黄蜂 你先等一下再退场吧 你先看一下这一款 首先啊 他身上这个黑线啊 不知道为什么呢 连续性没有做到很好 感觉还好像是自己上墨线 没上好一样 嘴唇的话呢 应该说嘴巴的话 一样是一个歪嘴的一个表情 还是蛮逗趣的啊 胸口的薄拍标志 手臂的话呢 360度的转动呢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是的 你没有听错他做不到啊 他只能这样子动啊 但是我想幅度也够了啦 也就只是提一下而已啊 二头肌可以转动啊 拳头的话呢 哎是拳头是有点意外 还是可以动的啊 然后呢 腰身也可以转 脚前后左右踢啊 没有问题啊 但是他的一个脚踝的接地啊 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 非常非常的小啊 整体来说的话呢 以第一级的玩具来说 这款是就是非常的OK 就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缺点了啊 可能没偷胶 或者是叫做没有明显偷胶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了 在他的武器的玩法也比较多啊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拿在手上的一个样子啊 而手持枪的情况下呢 这里是只有一半 你剩下来的部分呢 可以把它扣在后面 变成一个类似于飞行背包的装置 而武器可以拿在手上呢 应该是他这个玩具呢 胜过旧版的一个 呃 少有的优点之一啦 你看这飞行背包 但是他这个头啊 就是也是赋予了一个可以往上抬 所以我是没有看过林妈动画了啊 他到底势必有没有飞行背包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有有有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放置的方法 但旧的版本的话呢 飞行背包可以说是他的标配 因为他的这个只能够背在后面 他没有办法拿在手上 因为他的手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他没有办法持武器的 然而这个呢 有一样东西啊 我们先把旧版的变过去好了 他的手变成这样子 是因为他手是翻下来 这个翻下来 然后呢两个中间有个两个尖刺 这两个尖刺呢 可以像变形金刚真正电影第一集 这个Megatron两手的融合火炮 那一样啊 就把它给组合起来 那变成是一个 这个是千年杀 千年杀的一个一个动作 这个呢 在这一次的玩具呢 也是能够实现的 但是呢 他就必须要把武器呢 进行一个拔插了 首先的话呢 必须把手臂这个部分给收纳进去 扣起来 还会出现两个两个凸 那这个的话呢 就转到朝中间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必须把后面的这个部分给拔下来 两侧 都给拔掉 拔掉之后啊 把它做一个组合 这边 扣起来之后 这个我建议不要捏太紧 因为捏太紧之后 它很难再扣开 那你就看到这里有两个凸 这两个凸呢 就是要扣在这个部分啊 把它给扣进去 另外一侧也有 这样把它给扣进去 好了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形成了一个 嗯 一样的方式 那到底哪个优秀 这不用讲 一定是零八动画这个比较有趣 它一起变形 直接从手里面伸出来啊 讲完了它的武器的玩法呢 这个玩具大概也差不多就解说 人形也差不多的解说完了吧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好了啊 变形的话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呢 把这个手臂呢 给收纳 拳头 应该说拳头给收纳进去 那它变形的时候呢 把这个身体这个地方 给挑起来 挑起来之后啊 利用这个黑色的关键 直接往上推 推过来 把车顶盖形成出来 形成出来之后呢 把这个地方往下面折 90度啊 会比较紧 然后再腰转180度 接下来的话呢 腿部的变形比较有趣 把这个地方翻出来 这里推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翻折180度 这个帮翻上去 脚后跟收起来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这里打开 打开之后呢 呼吸先收进去 这里翻转180度 这里翻转180度 然后呢 脚 后跟收进去 然后呢 前面两个引擎盖 就在脚后面形成了啊 这里先把它给盖起来 好 形成一个车头的部分 这里的话呢 这里打个90度的情况下 下来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好 这里稍微压一下就行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这个部分是往后面推进去的 这个地方转过来 转过来的时候呢 这一片部件 翻出来的情况下呢 你把它推到这个方向 然后呢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塞进去 塞这里的话呢 我的话吧 是会利用到一点点的塑胶韧性 就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里一样往后推 这一片部件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 记得是把它给转到这一侧来 好 然后呢 给它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把它给扣上去 那扣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的话呢 就稍微捏一下 捏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把它给往内捏一下 那最后的这个部件 打开往下放 它两侧有两个图 它要扣在后面这里 那扣的位置的话呢 你就稍微合一下 大概后面这里切齐 就是捏一下 大概就能够摸得到了 并不是说非常的困难的 那我们的这一款 这个Animate Universe的Bumblebee呢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 从机器人呢 到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各位可以感受到 叫你推车没叫你甩尾 你这家伙很会抢镜头 难怪你后来变成主角了 是吧 那么这它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把这个剩下来的这些武器 什么的 它的话呢 可以扣在侧边 也可以扣在后面 那我自己觉得吧 扣在后面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在动画片里头 我记得好像说 它是有为了追捕什么敌人 还是怎么样 确实是有给自己 加上这个喷射的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不错 这个还不来 那旧版的那个 08动画片的那个 这两个尖刺的 它到时候是收纳在下方 因为它的手刷在下面 反而是这一款的话呢 成为一个比较 有点像特效件感觉的 外挂武器 那玩具本身的话呢 还是有一点点色差 大黄蜂的玩具就经常经常 不可免的会有一些色差 像这一家是柠檬黄 其他地方就是一个鲜黄色 这个就难免了 有时候都会这样的情况 那它的滚动性这么好的话呢 也是拜后面有卯丁所赐 前轮的话应该是没有 这样看起来是没有 但是就是你看 有没有卯丁这个推车的话呢 真的这个流畅度 是有很明显很明显的差距的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一次传承系列 Animate Universe Bumblebee 它的一个分享 那就谢谢各位 记得收看 还没下总结 这个玩具本身就 看你喜不喜欢 淋巴动画片了 如果说你大黄蜂的很多 你就自己 这个玩具 你自己斟酌了 自己斟酌了 那就谢谢各位 记得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